哈喽大家好,我是他,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那观众会您知道,我是个机能风的狂热爱好者 一年四季基本上7%的穿搭都是机能风穿搭 但是今年夏天我爱上了一个新的风格 就是美式复古运动风 那整个夏天几乎所有的穿搭都是水席短袖或者是无袖 搭配过期的运动短裤 再搭配一双复古篮球鞋 所以在7月份8月份啊 我一共做了三期有关复古运动穿搭的视频 分享了大概二三十条的复古运动短裤 以及十几套的穿搭 但是在这几期视频做穿搭分享的时候 我发现在中国运动品牌中 想找一双高配置高性价比的实战球鞋 分分钟找出来 但是想找一双好看百搭的复古篮球鞋 真的是太难了 当时我就有疑问 难道真的复古运动风只能选择国外运动品牌的复古篮球鞋吗 明明咱中国老一辈的篮球运动员 穿的也是不过息的篮球短裤呀 中国运动品牌就不能复刻几双当年的老鞋吗 那当时的疑问没想到 这么快就得到了答案 匹克这次便复刻带回了 真正的OG鞋款 匹克910OG 那说小不小 前日几天还有观众在群里面问我 会不会入这一款910OG 那这位观众应该跟我一样对国产好鞋都比较感兴趣 那如果你在看这期视频 希望这期视频对你的购物选择有所帮助 那这双球鞋也是匹克当年赞助81队 战神刘玉洞上脚的球鞋 那910OG的身上不仅有81队CBA六连冠的历史 有刘玉洞精彩封城的职业生涯经历 同时也有上几代中国篮球人的精神底蕴 王王群人可以说是中国球鞋文化的起源了 那我们说回球鞋本身 那这一次910OG推出了非常多的配色 我手边的这双是高帮红白 低帮白蓝 还有这双是低帮灰白 同时还有红白的低帮 蓝白的高帮 而且这次女生有高低帮 北卡兰的专属配色 特别特别好看 我觉得给女朋友买一双搭配情侣学 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不过不知道为什么 男款居然不出这双北卡兰的配色 我相信广大的男性球鞋爱好者 肯定是非常喜欢这个北卡兰配色的 那如果大家也喜欢这个配色的话 就在弹幕里打一波 北卡兰的兰字 看看官方能不能看到 之后给我们出一个男款 那鞋子的鞋面 整体采用了皮质的用料 质感是非常的出色 然后白色拼接米色的皮质呢 也是更具复古感 那皮质也是从前篮球鞋 最常规的一个面料了 本身就带有很浓厚的一个复古属性 那撞色设计搭配上微微发黄的中底 可以说是外风球鞋必备的要素了 那鞋身侧面则是匹克的三角logo 那不得不说当年的logo位置摆放的还是非常的直白的 那如果匹克之后再推出其他的复古篮球鞋 那我希望logo摆放的位置可以更加协调一点 那相比于低帮啊 我觉得高帮的复古感会更强 而且在高帮的鞋帮上印有Shaft 910的字样 那Shaft 910也是匹克的第一双篮球鞋的名字 而且我不知道为什么 可能是视觉上的错觉吧 我感觉高帮的整体的鞋身会更加的修长 那如果你是老派鞋头 我觉得入手高帮绝对是没有错的 无论是搭配复古运动风外风我觉得都是非常不错的 那所以这套穿搭我就选择了比较常见的复古运动风穿搭 棒球外套搭配复古帽衫 下身一条简约的黑色长裤 搭配红白色的球鞋就非常的不错 那当然如果你喜欢休闲随意一点 同时也没有那么的有篮球情节的话 那我觉得低帮也是不错的选择 搭配工装裤啊牛仔裤啊甚至是西裤都是可以完美驾驭的 那所以白蓝这双我就搭配了宽腿的牛仔裤 蓝色牛仔裤和鞋面的蓝色相呼应 上身选择了一件简约的工装夹克 也是现在比较流行的新工装风格 那灰白这双我选择了搭配威蓝的西裤啊 整体的感觉会偏clean fit一点 那上身则是选择了一件均绿色的航缝外套 提升整体的潮流度 那这两年我也是买了不少的复古篮球鞋 有一个问题我想大家应该也遇到过 就是缓震的脚感 大部分复古篮球鞋不能说中底硬的像板砖吧 但是也几乎是毫无缓震啊 而这次910OG的复刻加入了匹克 当家的太极自适应科技中底加持 日常穿着时能够带来柔软舒缓的脚感 同时在中强度的运动下爆发的回弹和反馈啊 完美补齐了大部分复古运动鞋的短板 真正做到了又帅又能打 那在火爆的复古篮球鞋市场上啊 终于出现了一款有历史 有情怀 有颜值 有科技的国产复古篮球鞋 那也希望皮克910的推出啊 能够让中国自己的篮球文化越来越丰富 越来越精彩OK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啦 这款皮克910OG将于11月10日 在皮克线上各大平台发售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 那最后感谢大家收看本期视频 我是蔡大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